吉吉正的山椒相當有名 但大多數都種植在山坡地上面 不但產量少 栽種時間長 因此景気效益較低 為此孫姓農民積極投入研究改善栽種方法 南鐸山椒的部分 就是種植的時間長 然後產量低 品質還品質不高 如果要解決這個問題 第一就是一定要從整 整波 整地 然後是大量的有機肥 然後水源要充足 就是噴水灌溉設施要把它配套做好 然後接下來就是肥培管理 要用藥管理 到立柱 到梳花套袋 到採收 所以說這一系列的管理都把它做好 除了施肥整地外 農民還發現 將原先的山坡地經過整坡勾後 並以梯田式的方式來進行栽種 不但可以縮短成長時間 就連產量也有些許的提升 用這種梯田式的模式 它產量可以提高一倍 時間可以縮短一倍 然後品質可以提高一倍 所以說這樣種香蕉就有經濟效益 其實整個積極地區 其實積極不大 不過都是在積極大山的山腳下 其實這裡是重香蕉 高品質香蕉 山蕉是最好的一個地點 第一它的氣候 還有它的地理條件 氣候條件 土壤條件 都是非常適合種香蕉的 縣議員王秋淑肯定農民的用心 積極研究栽種方法 不但研究出梯田的栽種方法 也順利解決成長時間 以及產量的問題 製造我們的香蕉 把我們的山蕉來改為 我們的梯田的方式 讓我們製造香蕉 不需要在於我們的山蕉這麼厲害 其實可以做為梯田這樣子的方式 來製造我們的香蕉 也比較好管理 也比較好來修正 來掛香蕉 比較不會說 山蕉非常嚇嚇嚇嚇 也要製造 你說也改為梯田的方式 我們製造香蕉 它的山蕉也要製造 也要製造香蕉 在掛的時候也比較安全 相信著農民用心之下 吉吉鎮的山蕉不但獲得改善 未來產量與品質都能夠越來越好 讓更多人品嘗到在地優質的山蕉 記者邱品逸吉吉採訪報導